近月来中产移民的问题经常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,决定走的,大多也会考虑作卖楼的安排。 或者有人认为,移民不卖楼,倘他日回港,未知无留可住博会更好。 不过近年港流流价升幅,已不及英加澳等国家,所以移民卖楼,并积在他乡置业。 日后的升幅,大有机会远胜港流。 港流今年或未来一至两年,流价每年的升幅,大概只能保持单位数增长。 至于移民业满国,受惠于移民需求大,估计每年保持一至二成升幅机会甚大。 因此移民卖楼胜算较大。 如年轻中产未置业,移民又如何,如有子女,移民已省回百万计的教育开支。 单是这好处,已值得考虑,移民入籍后堂认为不合,可回流再寻求发展也可。 如果不移民,如未置业的,似乎仍要尽快置业。 因为不买楼,必然会炒卖股票,按现在股市趋势的估计。 买卖股票大概只会输钱赔本。 所以如有如钱,都是买楼较稳妥。 近期不少消息说政府会加大力度整治楼市。 不过按过往多年表现评估,除非采取限价限售政策,否则楼价难以下跌。 政府加快收回限制农地,每年能增加数千单位的供应。 以事不简单的任务,除非发生很突然的政策改变。 否则香港楼价难以出现气劇性下跌。 有楼有资产者规律,现金仍然有效。 感谢观看